前不久跟大家分享了一款雍正当主角的游戏 《君临天下》 故事参考了民国时期的两本评书 杜撰了她登机前的一些冒险经历 结尾处说好了跟女主杨菲菲找个地方隐居的雍正 临时变卦了 表示自己必须要回到京城 接替重病的父亲当下一任皇帝 杨菲菲听闻伤心欲绝 她的老爸刚刚在战斗中丧命 这会儿最心爱的人又背叛了自己 一气之下从悬崖边跳了下去 结尾字幕放完后赫然出现了续作的预告 叫大家敬请期待《君临天下》之龙战四海 可能是游戏的销量还行 反正两年后制作组真的把续作给捣鼓出来了 话说当初一代结束的时候 曾经用文字的方式 大体介绍了下后续发生的事情 说杨菲菲跳牙后其实没死 她被挂在了树上 随后又被城市官的母亲发现救回家中 杨菲菲那个时候已经怀有身孕 很快就生下个男孩 只是好景不长 雍正登基后一直觉得杨菲菲应该没死 几经调查终于发现了她的行踪 可杨菲菲坚决不肯去高墙深院的清宫 赶紧带着孩子离开 最苦的还是城市官 他只能用自己的孩子调包 将其送进宫里 雍正对孩子的来历深信不疑 随后立为太子 数年后长大了的那孩子已经登基 也就是乾隆皇帝了 聪明加上勤学不错 让其逐渐练成了一身高强的武艺 朝纲也治理的井井有条 但是有件事情始终难以释怀 那就是自己的身世 乾隆是个聪明人 之前已经通过各种蛛丝马迹 察觉到自己的来历很可能不简单 这事放在别的朝代 可能也就是个述出不述出的问题 但是在清朝就比较微妙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终于压不住心头的疑惑 跑去找太后 问出了自己到底是满人还是汉人的问题 太后清文勃然大怒 表示要讲了所有传谣言的家伙 怎么能让皇帝对自己的出生怀疑呢 可他越是这样 乾隆就越觉得有问题 于是悄悄跑到宗人府 仔细查阅了一番自己的档案 发现小石化 有一个叫廖嬷嬷的如母 一直在身边照顾自己 他或许知道点什么 廖嬷嬷十多年前已经离开了皇宫 告老还乡了 目前定居在绍兴 乾隆想了想决定微服私房 就算不能解开绳世之谜 那就当去看望下故人呗 顺便散散心 也不错 既然已经决定好 那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不行 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 就是跟宫里全部的太监 宫女以及侍卫对话 前作中每次战斗结束时 敌人都会掉落海量的药品 怎么吃也吃不完 以至于根本不用去商店买药 打着打着 身上的很多药就变成了99个 也算是相当奇葩的设定了 本作则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变成了战斗结束后 敌人完全不会掉落任何物品 包括boss也一样 统统不会掉落任何东西 但奇葩的是 路上的NPC却几乎人人都会送东西给我们 他们的台词毫无意义 可说完话后都能获得一样赠品 金钱 药物 甚至是武器防具 啥都有 所以每到一个新地方 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此地的NPC一一点过去 拿他们的供品 前龙跟宫里全部人说过话后 收拾行囊朝着绍星出发 由于路途遥远 只能走走停停 某天行至荒郊野岭 看见不远处有个妹子正在被一伙流氓调戏 这事儿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理 赶紧上前准备施以援手 可是走过去才发现女孩相当彪悍 仅凭一己之力就把流氓全部打趴下了 然后上来就给了前龙一记嘴巴子 女孩说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那两个人是一伙的 给你个嘴巴子 是为了让你长点记性 知道吧 说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廖嬷嬷住在绍兴湖边的一间屋子里 在城里稍微逛了一圈便找到了 两人才说了几句话 刚才那个女孩就来了 她叫金金 原来是廖嬷嬷的女儿 对的 世界那么小 一切那么巧 等金金走后 前龙问出了关于绅士来历的疑问 对此 廖嬷嬷斩钉截铁地表示 绅士绝对没有任何疑问 你就是雍正的亲儿子 前龙其实也知道 多半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 又聊了点家常 四处看了看 发现廖嬷嬷生活的比较清贫 觉得很过意不去 毕竟是自己的如母嘛 于是希望能够将其接回宫中 安享晚年 对此 金金没有任何意见 老妈去金城小福 挺好的呀 自己就不去了 她喜欢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没有一起同行 前龙带着嬷嬷回到宫中 原本寻找绅士的旅行 至此应该就结束了 可是有一天 宫里突然闯进了刺客 这人自称是天理教总舵主柳靖廷 来了之后 并不想取乾隆的小命 也不是来偷东西的 而是直接了当的告诉乾隆 他其实是成哥老的儿子 是百分之百纯血汉人 如果乾隆不相信的话 那么三个月内可以去广州找他 届时他会出示证据 说完就一溜烟的跑了 这番话在乾隆的心里 当然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立刻去找廖嬷嬷对峙 听到成哥老三个字的廖嬷嬷 惊讶的说话都结巴了 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乾隆看在眼里愈发疑心 当即再次去到宗人府查阅资料 这一查发现成哥老的家中 有个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 汉人女孩最高只能分为郡主 可雍正却不可思议的 给那个女孩分了个公主 乾隆越看越是一头污水 这成哥老的家族 跟皇室到底是什么关系 自己跟那个女孩 会不会是出生后进行了互换呢 还是隐藏有什么更深层的秘密 想来想去 始终解不开心头的疑惑 决定再次去找廖嬷嬷问问 可是刚进入屋子一看 坏了 廖嬷嬷上吊了 好在来得及时 将其救下来后发现还有气 廖嬷嬷说 皇上你虽不是满蛋 只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下文了 定睛一瞧 明明救下来的时候 还有口气的廖嬷嬷 怎么说了几句话后就刮了 这是迟来的和饭吗 一连串的事情让乾隆夜不能寐 虽不是满蛋 蛋什么蛋呢 不行 一定要查清楚了 目前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位柳静婷 无论如何也要去广州一趟 说干就干 乾隆换上便装 偷偷出宫 绅士来历是他多年的心结 必须要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途经绍兴的时候 看见一个女孩子正在被流氓骚扰 仔细瞧瞧 诶 这不是金金吗 怎么又是你啊 不对劲 每次都能巧遇 还是一样的剧情 肯定有问题 但乾隆可没想那么多 赶紧上去救人 这回没有再吃大嘴巴子 共同应对了流氓后 金金说他因为有点思念老妈 所以在外面游荡 缓解心中的苦闷和烦恼 乾隆也不肯说出廖嬷嬷上吊的事啊 想了想 干脆约他一起去广州吧 这样路上好有个伴 以后有机会 再慢慢跟他说廖嬷嬷的事情呗 对此金金一口答应了 我们也总算是有了个帮手 战斗效率大大增加 相互支援下 沿途的小怪好对付多了 从京城去广州的路途 可是非常遥远的 在古代 总得拔山涉水好几个月 才能抵达 两人走走停停 途经海宁的时候 在酒馆中 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人 乾隆第一次看见他们 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和眼熟 仔细想想 女人的容貌 酷似自己的额娘 而男人的容貌 则酷似 自己 对的 这个男的就是很像自己 不仅是乾隆这么认为 连身边的金金 也是一样的感觉 交谈得知 两人中 男的叫陈济南 女的叫柳嫣然 他们均为习武之人 并且是师兄妹 究竟在这里办什么事情 不得而知 但双方的缘分显然没完 行着海宁郊外的一处坟墓前 又撞见了这两人 仔细一看 陈济南正在祭祀的墓碑上 赫然写着陈格老的名字 原来 他竟然是陈格老的儿子 乾隆大惊失色 眼前之人 莫非 或许 有可能 是自己的亲弟点 再加上面容也跟自己如此相像 心情顿时激荡了起来 陈济南也发现对方跟自己很像 在得知了乾隆要去广州后 身为广州人的他非常开心 表示可以结伴而行 准备在抵达后 充当一回向导 我们的队伍至此终于满边 大家的招式各不相同 但无非就是群攻 普攻和加buff的不同而已 其中 乾隆有一招黄恩浩荡 你猜猜是做什么用的 答案是能复活同伴 这黄恩真够浩荡的吧 目前距离广州 还有一段路程 途中要经过好几个城镇 也要穿越凶险的土匪窝等地点 好在队伍里人多 应付起来并不难 途经莆田时 我也没有忘了触发 那个著名的无限轻竹杖bug 当年玩过龙战四海的老玩家 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bug的吧 只要跟房子旁边的乞丐对话 就能获得轻竹杖 开头时候也说了 游戏里大部分的NPC 都会送个道具给我们 但这位乞丐送的新竹杖 却是无限割数的 点一次拿一个 右边几步路的距离 就是一间武器店 可以点满99个 直接拿去卖 简直是太方便了 一会儿的功夫 就能实现财务自由 跋山涉水的走了不知道几个月 终于来到广州 陈静南热情地 邀请乾隆二人 去自己家做客 可是刚一进门 就感觉不对劲 这里戒备森严 人缘众多 他们中的大部分 一眼就知道是练家子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都绝对不可能是寻常釜底 陈静南也不再掩饰身份 原来他不仅是陈哥老的儿子 还是天理教的副总舵主 嘿嘿 世界那么大 可就是那么巧 乾隆来广州 就是为了找天理教的总舵主柳静廷 询问自己身世来历的 一路上都在想着用什么方法 才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接近柳静廷 没想到一切是如此的顺利 这会儿人都已经在天理教的内部了 当然了 陈静南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他已经把乾隆当成了自己的好兄弟 热情邀请他加入天理教 共图反清复明的大忌 乾隆简直哭笑不得 你邀请我 推翻我自己 但这会儿绝对不能翻脸 否则可能小命不保 随便敷衍了几句 回到客厅 却发现金金不见了 跑到大街上 看见金金正在跟几个路人NPC骂架 原来他总觉得乾隆来到此处后 一直在用眼睛瞄柳燕然 顿时猝意涌了上来 干脆去找路人骂架进行发泄 乾隆想上去安慰他 可是还没有说几句话 就突然躺下了 这不是什么突发性疾病 而是有刺客 用含有剧毒的暗器击中了他 眼下的情况 肯定来不及去找医生了 金金感冒俯下身来 用嘴巴提起将伤口的毒血吸了出来 可是他在吸完后并没有全部吐掉 而是咕咚咕咚的喝进去了不少 这下子糟糕了呀 乾隆倒是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可金金又躺在那里不能动了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血 你说你好好的喝进肚子里是嫌命长的 柳妍然此时也回来了 他调查了下 说附近最擅长使毒的就是苗教 解毒同样是他们罪行 大家听闻不敢耽搁 三个人立刻祖坛出发 去苗寨拿解药 当中的凶险不是三言两语那么简单的 费尽力气才总算是拿到了解药 十万火急的赶回家中 看见金金还有呼吸 大家都是松了口气 看来时间刚刚好 可是金金喝下解药 又跟乾隆说了几句话 死了 这剧情不对劲啊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有点意思呀 原本以为是绝对的女一号 结果才跑到半路去挂了 也是让人大感意外呀 但不管怎么样 人死不能复生 埋葬了金金后 大家都是怒火中烧 他们此前在拿解药的时候 已经搞清楚了 躲在暗处放冷箭的 肯定就是苗教的人 这会儿当然是直接整装出发 杀入苗教的大寨子 不仅要替金金报仇 也要搞清楚苗教为什么要下毒 是谁指使的 走过长长的地下通道 来到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屋子里 苗教的教主正在此处 乾隆一直是用假名行走江湖 但此人不仅知道乾隆的真实身份 随后更是说出了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乾隆的弟弟何亲王洪咒 联合了回江势力 东北叶和那拉族 以及苗教 打算推翻乾隆 他自己当皇帝 一番交谈后 乾隆反而没有灭了苗寨 他知道目前的局势非常复杂 利用出众的口才 暂时安抚住了苗教教主 陈敬南则在得知了乾隆的真实身份后 提出要让他把满人赶出关外 做汉人的开国之军 实现反清复明 当然了他也很清楚 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 对方肯定是不可能同意此事的 因此表示他会回广州 这一次一定要把证据拿过来 乾隆此时其实心里特别烦躁 弟弟在那边蠢蠢欲动 陈敬南又在耳边鼓噪 想来想去 要不然先去回江一趟吧 毕竟刚才不是从苗教的教主口中得知 有一股势力在哪里吗 那就过去探查一下呗 陈敬南也知道乾隆的心情不好 叫柳燕然一起同行 好好陪兄弟到处玩玩 散散心 游戏前期的一系列情节 不说内容合理不合理 至少演出还是很细致的 但是从这一刻起 制作组不想努力了 沙漠里的都市都制作得很敷衍 NP在随意的摆放在路上 不在四处走动 不会给道具 甚至很多根本无法进行对话 连句台词都懒得设计 就像看到的 陈敬南随后也来到此处 他跟香香公主之间会发生一些剧情 可是发展到一半就烂尾了 香香公主突然离开 不知所踪 再也没了下文 沙漠里有一处废墟 里边除了会遇见野怪之外 啥剧情也没有 一些路口全被空气墙挡住 不给前进 我猜此处的一系列地图 应该是跟香香公主的后续有关的 可是大家都不想做了 直接砍掉完事儿 乾隆此后挫败了多起阴谋 回到京城并一路杀进和亲王府 也就是弟弟红咒的老巢呗 他没有直接一刀宰了红咒 而是将其先绑回皇宫 暂时关押了起来 等待择日宣判 可皇宫的安保工作实在不敢恭维 红咒才被关了没多久 他的手下就闯进宫里 将其给救走了 脱困后的红咒不想着找个地方隐居起来 而是发出邀请函 表示关于乾隆绅士来历的证明 目前在他手里 想要知晓的话 那么就在规定的时间点 到长白山赴约吧 于是乾隆真的只身一人 前往长白山赴约 并于山顶真的见到了红咒 两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和解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对方有三个人 而我方只有乾隆 以及路上追过来的柳燕燃两个人 这场仗我输了不知道多少次 当时真的给气笑了 人家叫你一个人上山 你就真的一个人上山 也不安排点援军啊 绅士来历再怎么重要 也不会比小命重要吧 你把自己当成无敌铁金刚啊 最后实在打不过 只能动用GM所学吧 红咒眼见未能消灭乾隆 知道自己大献已至 惨笑几声 向后用力一抛 把关于绅士来历的手欲 从悬崖边扔了下去 然后挥刀自裁了 这下子绅士之谜啊 再也解不开了 乾隆郁郁寡欢地回到宫中 他一路上已经跟柳燕燃 发展出了真感情 不顾太后的反对 将其接入宫里 并且也给陈静南安排了个职位 乾隆的心理啊 其实很纠结 绅士无法查清楚的情况下 自己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呢 是继续保持原药呢 还是该听从陈静南的建议 反清复明 正犹豫着呢 陈静南却坐不住了 某天他突然出现在眼前 并且撕下面具 原来啊 他根本就不是乾隆的弟弟 也不是成哥老的儿子 长久以来 都是一融成相似的模样 让乾隆以为是自己的弟弟 其实还不过是阴谋罢了 眼见乾隆的身世证明全无 他知道这场戏 多半是无法按照设计的方向 发展下去了 于是干脆撕破脸 准备来个鱼死网破 可乾隆也不是吃素的呀 加上柳燕燃此时也反水了 完全站在了我们一边 双人合力下 陈静南哪里有胜算 这场仗反而比红咒的那场 要简单太多 很轻松就能获胜 打赢陈静南 柳燕燃也不想待下去了 说自己命理待煞 会害死周围的人 然后不理会乾隆的大声呼喊 出宫游荡去了 结尾用动画和文字 简单说了说后续的事 乾隆在柳燕燃走后 茶饭不思 经常半夜爬起来看风景 更是六次下江南 其实就是为了暗中 寻访柳燕燃的下落 至于有没有找到 那就不知道了 其实从后期严重的 赶攻痕迹也能够看出 项目在摇摇欲坠中 能够勉强上市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续作自然是不会再有的了 我也终于不用再去 玩什么嘉欣大冒险 道光大冒险 慈禧大冒险了